然後呢 我們要跟各位講 慣性跟誰有關 我們國中程度只告訴你 慣性跟質量有關 質量越大 慣性就越大 它其實還會跟速度有關 速度比較大的 慣性比較大 是在高中會叫做動量 質量程度叫動量 我們國中沒有 所以國中只教你 質量比較大的 慣性就比較大 所以呢 你們上次看他打銅磚 打得很順對不對 我請你們去敲那個象棋的時候 感覺會有點動有點歪對不對 因為慣性比較小 因為質量比較小 會比較小的關係 那麼這裡的影片 來告訴你它跟慣性有關 他拿了一張紙 兩邊剪開去拉他 看哪一邊會斷掉 你自己拉 這樣拉的時候 你很難控制 兩邊一樣大 你自己拉 斷在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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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做一次 斷中間 為什麼 再做一次 就斷在中間 兩邊斷掉 中間掉下來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它後面黏著一個頭髮 重量增加了 慣性比較大 所以中間不會動 兩邊分開斷掉 所以用這個實驗來告訴你 我們的慣性跟誰有關 質量 跟質量有關 另外還跟速度有關 是因為我們國中不講 我們就是跟質量有關就可以了 就是告訴你 我們的慣性跟什麼東西有關 可以嗎 可以 最後做複習 這邊我們看過一部分了 有康圈的動畫 好 來跟各位解釋 牛棍三大運動定律 牛棍第一運動定律 慣性定律 公車突然開動時 車上單位的人 隨便會向公車前方傾傑 公車突然消失時 車上單位的人 隨便會向公車前方傾傑 抖動衣服 可以抖掉衣服上的灰塵 搖動衣服 搖動衣服 住上成熟的衣服 會脫離國壁 如果物體不受外力作用 或受外力作用 但可以為了飲食 則靜止的物體 仍然保持靜止 運動中的物體 必須沿著一直線 左的速度運動 這我們看過 現在 我們要來探索 無謂慣性 首先 我們用書本 向指齒提升提升提高 這一段用膠帶貨幣在頭上 張臉筒面前的小水人 興奮在玩具車的車頂上 在張玩具車 至於指齒照望的一端 張玩具車釋放 當玩具車照望以後 會發現小水人 自助前進而被移車子 由於用探索活動前時 最多的物體如果不受外力作用 或是有受外力作用 或是受外力作用 除外力的合力為臨時 則被保持圓滿的運動狀態 則被保持圓滿的運動狀態 可為萬性 好 這就是康軒的影片 重複我們教的牛頓低運動力率 物體不受力 或合力等於臨時 近者恆近 動者恆坐等速率直線運動 所謂的保持萬性 就是保持原先的運動狀態 如果原來不會動 就保持不會動 如果原來會動 就保持原來的運動的大小跟方向 這叫做萬性 然後考試問你說 誰是萬性的運用 誰是運用萬性的現象 或者是在講為什麼 人會往前傾還是向後倒 丟出去的時候是掉在前面還是掉在後面 出血的問題 那我們前面都做過練習了 這就是有關於牛頓低運動定律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請寫課堂練習